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古埃及数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人一方面继承了这些地区的数学成果 另一方面又有创造性的发展 最初的数学知识都是经验性的 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总结出来的 而古希腊人把数学应用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看作是理解宇宙奥秘的钥匙 他们把逻辑证明引进数学 从而使数学由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知识 特别是初等几何 它的演绎理论成为数学科学的典范 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首先来看泰勒斯的工作 泰勒斯曾经到埃及游历 学习了埃及人的几何学知识 并且发展了这些知识 据说他曾经巧妙地利用几何学知识 测量了金字塔的高度 泰勒斯在数学方面引入了命题证明的思想 泰勒斯证明的几何学命题主要有 圆的直径平分圆周 内接于半圆的角是直角 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 两条直线相交使对顶角相等 两个三角形有一条边 即这条边上的两个角对应相等 则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乘比例等 接下来我们来看毕拉格拉斯学派的数学研究 毕拉格拉斯学派对数学和几何学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强调对任何几何定律和结论 必须给出严格的逻辑证明 大大推进了演绎法在几何学上的运用 他们最有名的工作 是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和根号二的发现 我们前面提到毕拉格拉斯学派提出了 万物皆数的观点 这个数当时的理解就是整数 但是该学派的成员发现 对于直角边长均为一的 等腰直角三角形而言 其斜边根号二 根本无法用整数表达 也不能用几个整数表达 这与他们关于数的概念相矛盾 因而被称为不合理的或者无理的数 传说当他们当中的西帕苏斯 忍不住指出这一事实时 其他成员怒不可遏 把这位倒出真相者扔进了大海 他们最后证明了根号二确实是无理数 从此以后 希腊数学走上了以几何学为中心的道路 下面我们讨论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最早的几何学 兴起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埃及 由古希腊数学家特勒斯等人 传到古希腊的米利都城 后来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得到进一步发展 虽然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几何学的知识 然而这些知识当中 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和不足 就是缺乏系统性 大多数是片段零碎的知识 公理与公理之间 证明与证明之间 并没有什么很强的联系性 更不要说对公式和定理 进行严格的逻辑论证和说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特别是随着农林畜牧业的发展 土地开发和利用的增多 把这些几何学知识 加以调理化和系统化 使之成为一整套前后贯通的知识体系 已经刻不容缓 是科学进步的大势所趋 古希腊后期 学术中心转移到了古埃及的亚里山大城 著名的大数学家欧基里德 在这里总结和完成了这一成就 欧基里德生于雅典 当时雅典就是古希腊文明的中心 浓郁的文化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欧基里德 当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 就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柏拉图学员学习 通过对柏拉图数学思想 尤其是几何学理论系统而周详的研究 欧基里德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 几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他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工作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欧基里德在亚里山大城完成了他的代表作 也就是古希腊数学的百科全书 几何原本 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几何学正是有了他 第一次实现了系统化条理化 几何原本是一部集前人思想 和欧基里德个人创造性与一体的不朽之作 几何原本共计有十三卷 书中包含了五条公理 五条公社 二十三个定义和四百六十七个命题 内容包括初等几何 立体几何 数论 穷解法 比例等 诸多方面 在每一卷内容当中 欧基里德都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 先提出公理 公设和定义 然后再幽简倒凡地证明它们 这使得全书的论述更加紧凑和明快 而在整部书的内容安排上 也同样贯彻了它的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 它幽浅道深 幽简致凡 先后论述了直边形 圆 比例论 相似形 数 立体几何 以及穷解法等内容 其中有关穷解法的讨论 成为近代微积分思想的来源 几何原本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公理化的数学名著 融合了前人的工作 并发明了新的证明方法 发展为建立在定义和公理基础上 演绎而成的一套严密体系 一直到十九世纪之前 它都是欧洲数学的基本教科书 欧吉里德是人类科学思想史上的 一盏指路明灯 它第一次使数学理论系统化 并使几何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正式学科体系 它对数学史上的许多疑难命题和定理 做了开创性的论证和解释 为数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推动了人类数学思想的进步 从而为后来人类能更好 更深刻的认识自然界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工具 因此后人尊称它为几何学之父 接下来我们讨论古希腊的物理学 物理现象是自然界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 弥族学派的特勒斯说到了磁石吸铁 他认为磁石有灵魂 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 分别对风和红的形成 做了大致正确的说明 恩佩多克勒也正确地认为 听觉是声音造成的 声音是空气震动造成的 毕达格拉斯学派研究了弦的长度和音律的关系 并发现要使音调和谐 就必须使弦长成为简单的整数比 这一发现使他们对宇宙间树的和谐深信不疑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全面研究物理现象的人 在物理学这部著作中 第一次对运动空间和时间 做出了系统的研究 他把物体的一切变化称为运动 主要研究了物体空间位置的移动 他提出了自然运动和非自然运动的概念 自然运动不需要力的作用 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 而非自然运动必须在外力的强迫下才能进行 否则它将处于静止状态 所以亚里士多德提出宇宙第一推动者的结论 中世纪的基督教说第一推动者 就是指上帝 并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以基督教教义结合 这样的结合 让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成为权威学说 一直到牛顿时代 才建立了正确的力学学说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 自然界没有虚空的假设 认为空间充满介质 空间乃是事物的直接包围者 他用自然界不允许虚空的意向 来解释被抛物体的运动 物体前冲时排开介质 在后面造成虚空 周围介质马上来填补这个真空 这样便形成了推力 一直到阻力等于推力 非自然运动停止 亚里士多德解释了一些物理学现象 但他的大多数结论还需要完善 他的理论后来在近代才真正遇到挑战 古希腊人在力学方面 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阿基米德 他是净力学的真正创始人 在物理学方面有多部著作 流传至今的只有论平板的平衡 或平板的重心和论浮体 在前一部书中 他运用几何学的方法 对杠杆原理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证明 并给出明确的数学表达式 指出杠杆如平衡 则支点两端力与力弊长度的成绩相等 据说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 给我一个稳固的支点 我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就 就是发现并精确论证了著名的 阿基米德定律及福利定律 他通过研究不同物体的臣服条件 从一些人们很容易接受的基本公色出发 通过敏锐的观察 利用他的数学家的头脑 采用严密的逻辑方法 得到了他的结论 阿基米德对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不仅表现了他在数学和力学中的 杰出研究成果 他把实验和逻辑论证 结合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 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既注重观察和实践 也重视数学上严格的逻辑证明 可以说他是把数学和力学 结合得最好的人 他开辟了整个物理学的通途 为整个近代物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研究方法 也是现代科学方法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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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